大家好 我是Philip 背囊來說 大家都知道 無論是去旅行 無論是大家拍照拍攝 工作 都有可能會用到一些攝影的背囊 PG Y-Tech 出了一隻新的背囊 PG Y-Tech 就跟我說 有一個背囊想讓你試試 老實說 最初我覺得拍攝的評論是OK的 因為都是介紹產品給大家 但是直到我收到這個背囊 覺得這個背囊不簡單 今天就跟大家探討一下背囊有什麼特別 開支影片 記得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有什麼意見 下面留言給我 對於產品有意見 都可以下面留言 我們不如先看看這兩個袋 首先寄了一隻C1的2袋給我 最初我看的樣子平平無奇 因為它比較沉實 老實說 它不是很時尚 不是很特別的閃背囊 但是打開之後 真是內有乾坤 而且很多小細節都做得不錯 我相信大家如果用背囊的時候 都希望在小細節就能幫到大家 另外有一個小數碼包 包裡面的分格很適合放數碼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買很多小小袋 去放數碼產品 又或者放很多器材 我就會的 我整個公司都是一堆小袋 我待會比較的時候都會拿給大家看 裡面的間隔 最初我都沒有留意外觀 外觀就是比較平實 但是打開之後 你這間隔有想過 真的有想過才出產品 這件事都是令到我覺得 你這個牌子出袋 想不到有多細心的位置 挺喜歡的 不如跟大家先看看小小袋 然後再看看這隻大的背囊 究竟它裡面有什麼特別處 我們先看看小袋 面料來說 其實就是一個防水料 簡約的設計 其實就是普遍的 這個設計也是多 旁邊有一個勾子 例如給你勾東西 也有一個Local 在皮上壓印 另外拉鏈當然是防水 亦是方便大家 就算放在包裡面 或者在戶外 都不會太怕進去 剛才說過的間隔是不錯的 當然裡面有一張貼紙 現在的產品很多時候都送貼紙 卡位 不同的線位 給你放置不同的東西 其實都是數碼包應該要有的東西 也有不同的格數可以給你放置 另外它的格數是有磁吸的 這個是不錯的 因為有時候我們不想它一次打開 你的磁吸就是方便的 大家可以看看 例如我可以放些什麼進去 例如我有一些圖傳屏幕的電 L電 可以放在電池格 或是剛剛好 整個可以放進去 有多方便 因為這些包包通常很少分到這麼小的格 也這麼好放 另外這圖傳屏幕我經常用 也可以直接放進去 基本上放在電池上 一次過HDMI線串 全部放在一個袋子 就可以完成了 我挺喜歡的 給大家看看 平時我買的便宜的袋子 是怎樣的 打開 什麼都沒有 很便宜 但真的什麼東西都沒有 另外就是這些 可能有少許間隔 但其實也有些問題 就像這樣 我原本放一個手柄 沒有格 沒有東西保護 一定要加一包袋子 另外線、電 完全沒有格數放 也是麻煩的 所以有時候這些都是 價錢反映一切 都是沒有辦法的 這些沒有保護 一定要加一包袋子 都是麻煩的 大家可以看到 間隔也是很簡單的 便宜也是這樣 沒辦法 接著就到背包的本體了 大家可以看到 比較簡約的設計 紅色和黑色的相配 免料都是防刮 防水的免料 另外還有一個PG Y-TEC 不知道大家知道 PG Y-TEC 原來就是蒲公英科技 可能我也不知道 另外配夥有些帶扣 可以讓你扣帶 旁邊其實有條腰帶 但我到了時拆了 因為我不是行山 所以不需要一個腰帶 中間有一條帶 這條帶很重要 因為這個可以讓我們扣在 平時的行李箱的手柄 如果大家有興趣 去旅行也可以選擇 袋子是可以放東西的 另外左右邊也有扣位 也有一個袋子 可以讓你擺放一些證件 例如生紙、銀包 甚至電話 都可以整個包 以我這個12MP Max為例 我都可以整部放進去 這樣就完全OK 希望接下來新的15MP 都可以放進去 因為都想換電話 另外就是這個袋子 在上面可以打開 上面打開 當然全部都有防水拉鏈 防水料 打開之前就放在腰帶裡面 另外就是 蓋面也有位置 可以放一些小配件 也可以方便放東西 剛才的腰帶 之前都收了在這裡 我們先拿開它 裡面有不同的格子 如果放在相機 可以直接抽出來 即時用 它的設計也挺方便 為什麼呢 因為它除了側開 上開 還可以配揭式 但打開後 大家會看到很特別的東西 裡面為什麼多了一個袋子呢 因為它這個叫做1Mode的2代 就跟進了一個斜尾袋子 可以當U-Bag 或者是斜尾袋子 我自己喜歡當斜尾袋子 有什麼好處呢 就像你拿出去開工 我不用太多東西 只需要一個小袋子 就可能放兩支鏡頭 一支閃光燈 或者給你幾顆電 這樣可以一個小袋子就完成了 也一樣 它在每一個面 其實都有些小暗格 小位置讓你放東西 裡面也有足夠的 全部的格數都齊了 所以你喜歡怎樣組都可以 上下都是有格數的 我覺得也挺好用的 因為你可以送多個袋子給你 你可以不用太多袋子 剛剛好放進去 就可以不用煩 可以多個袋子用 甚至乎你用裡面的格數 可以做普通間隔 也多揹個袋子 你就可以多些東西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挺好的設計 另外後面可以有一個位置 讓你放在Notebook 也可以有一個iPad位置 大家也知道 無論iPad還是Notebook 都是很有需要 帶去旅行 或者帶去工作 也可以有位置讓你做 剛才說到 間隔方面 全部都不會給你少 可以自己慢慢 因你需要去組裝不同的間隔 這也是很方便的 作為一個有份量的攝影袋 有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放相機 很多時候高度不夠 可能要橫一點 鏡頭 這個袋子絕對是夠高的 因為它連Z9有直到的機器 就算最薄的那格也都可以放得到 下面也當然不用說 下面比較深 你自己選擇後 放機也可以 放鏡也可以 這件事是重要的 因為它夠深 所以便可以放得到 剛才提到 上面開 背部開 側開 也可以 側開 也可以拿鏡子 拿機也可以 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放電 這個位置 這是什麼東西 給大家看看 其實是什麼東西 看到有藍色有綠色 如果用完的電 你可以把它拍到紅色 代表電影用完 很清楚標示 自己哪顆是用過 哪顆未用 這個是十分之好用的 寫到明了 一定是給你放電 當然你放其他東西也可以 但是這個設計是不錯的 另外 人柱異地最重要 就是要看緊自己的器材 要小心點 所以每個拉鍊位 都會有一個扣子 可以讓你穿進去 沒那麼容易 就被人馬上拿到 開到 把東西拔掉 一般來說 有這樣的扣子 安全性大很多 但也提醒大家 少小心 去到一些人生老不熟的地方 就算在香港也好 也要小心自己的財物 小心 你的心愛器材 被人偷了 另外 旁邊的格 其實我也挺喜歡 它的彈性料 裡面還有一些網袋 彈性料的袋 讓你放不同的東西進去 我很多時候都會放一些 powerband 或者一些線材 方便立刻拿出來 這個很重要 因為很多時候 小格子沒有東西放 其實都放到很亂 兩邊的網袋 兩邊的側袋 都是有網袋 也可以有些位置讓你放東西 這是作為一個相機袋 應該要有的東西 很多人都會拍攝 帶一些小三腳 小單腳 都會想不用多一個袋 可以放在旁邊 這個東西都有一個扣位 讓你放到水樽位 可以綁實腳架 因為這個水樽位 當然你可以放水樽 放傘 可以放一些 腳架 它都有彈性 可以讓你放到 上面也可以扣帶 去防止它 搖來搖去掉 這個也是 作為一個相機袋 都是越來越多 一個袋 可以放入所有東西 方便拿出去 因為這些三腳架 現在越來越輕 好像我們現在用的三腳 都會越來越細緻 當然啦 除了你要出去拍大東西 都要拿大腳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產 真的很特別 第一次看到 本身的袋 已經是蠻好放的 很多位置 原來其實它可以增加多個容量 打開了增大位置之後 其實它的整個袋的空間 馬上變大了 雖然你的袋一定會再大了 但是它多了一格 究竟是什麼呢 也可以放到多少東西 我們可以讓大家看看 打開之後是怎樣的 沒錯 它有個位置的專門 給別人塞Gimbo 用 我用了我的Rs3 Pro 整支Pro 可以拆開之後 整支放進去 當然 它的袋夠大 電池可以直接放進去 也不需要怎樣拆 亦可以把配件放在其他地方 不用額外 就拿到我的袋拿Gimbo 另外 它的袋子裡面也有扣帶 可以在外面加上一些袋子 可以讓你盛回其他東西 可能有些人要盛不同的露營用品 也可以盛回上去 這個防水袋 防水雨袋 不是給你的 可以給配囊 當然它本身是防水 但是如果太大雨 如果真的要很防水的話 最好跟其他露營一樣 都是把雨套套套套 這樣又會比較好一點 大家都知道 市場背囊現在越來越多款式 一個袋子要放齊所有東西 其實不是款款都可以 亦有這麼多擴展位置 其實這款來說 我自己覺得 很喜歡它的東西 就是它可以放得完 因為很多時候 如果放不完又要加這個袋 其實是比較麻煩的 雖然不是每個人都會放那麼多東西 但它只能加 總是沒有 無法加就沒辦法 就無法創衝了 但是就是這個袋子 如果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留意一下 很多時候我們收到產品之後 都希望實際試用開工 用一段時間 才希望拍給大家看看它的評論 因為有時候 只打開袋子 說說說間價的功能 我怕 說完之後 如果這個產品真的不行的話 真的會推薦錯東西 所以我希望盡量收到產品 就算是怎樣也好 都要出氣 用過才會介紹給大家 希望真實一點 希望你喜歡這影片 記得LIKE SHOT 訂閱我的頻道 有什麼意見 下面留言給我 一起去聊聊天 說一下袋子就可以 跟我聊聊天也可以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